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的确就是在这个礼包角色以上 那这一丝周这个礼包角色来说的话 其实也是蛮建议到各位新手或者就是普通玩家去购买的 那这一丝礼包角色Makima 他的角色方面 安属性反射巨人平衡型 然后他的被动方面就是会有超反重反传送护照 然后他的巨人部分就是会有反移转B异常状态潜力 那这边不得不说 他目前这个移转B也是一个挺未来性的东西 而且他这种被动组合来看的话 其实在安属性来说也是偏少的 所以他后续如果就是有做球 有机会去做这个未来性的球之类的话 那其实Makima就是一个蛮容易去接到球的一个角色 然后就是回到友情记的部分 他这一次友情记分别就是力量驱动 跟超绝关通导引蛋霸 那这部分其实他这两招友情记的卖点 其实主要还是一个有属性的友情记 他这两招都是暗属性 那这两招友情记因为就是暗属性的关系 所以就在一些高难度关卡 或者属性倍率提升的关卡里面 就是有更有效的花挥 然后目前友情记的部分 力量驱动跟超绝导引蛋霸 他们在处理小怪的能力其实也是蛮不错的 所以其实那个对于新手来说的话 就是一只蛮不错的角色 在友情记的部分 力量驱动的部分 主要就是去清扫这个长边的小怪 然后他超绝关通导引蛋霸 就是今年新推出的这个友情记 超绝关通导引蛋以后的威力提升 那也是可以去处理到不小小怪 跟对方做到一个不小的输出 接下来就是回到这个SS的部分 那这一次Makima的SS就是20个回合加8个回合 速度与力量提升 然后停止后就是会去消耗前一个同班的HP来去攻击 那基本上他这个倍率的部分就是会有两个倍率 他一个方面就是自强化的倍率 然后他第二方面就是他追击隔阂的倍率 一阶段的SS自强化就是会有1.4倍 因为他这个是有这个超平衡型的这个加成 或者一些高难度关卡的属性倍率 所以他这个自强化的部分其实还是会有一点威力的 然后他追击隔阂的部分 那隔阂的部分就是会有这个25% 那就是黄的1.4的血量 那其实他这个隔阂的倍率来看的话 其实也是颇高的 到最后就是停止后去消费这个HP的部分 因为他这个SS的描述就是去写这个停止后 去消耗前一个同班的HP来去进行这个攻击 只不过其实那个经过这个计算 对他其实就是会有一个固定的帕数在里面 那基本上停止后就是会去消耗到这个最大HP的38% 综合来看的话他前面的自强化 然后他后面就是会有一个最及格阁的部分 那其实也是一招颇强的SS 只不过就是开启这一招SS的前提 就是你要去留意住自己的HP 对因为他这个不要忘记就是开启这个SS的同时 自己的HP其实就是会去消耗到 所以那个这部分还是会要去留意一下 然后到二阶SS的部分自强化会来到1.65倍 然后他的最及格阁就是会来到30% 停止后就是会去消耗到最大HP的45% 所以这部分还是需要留意到 因为他到二阶的部分 其实去消耗的HP已经是快一半的血量 所以那个开启这个SS的时候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那其实这一只角色 我自己的评价也是改了蛮多的 对我一开始其实就是对他的评价 其实也是颇低的 因为他前几次那个礼报角色 也没有设计的很强对 因为他那个目前来看这个礼报角色吧 因为他那个从试用影片的话 就是那个可以看得出其实他也是有机会 就是像这个消费HP 然后去打一个固定伤害 只不过他那个实战下来以后 就是有去研究出来就是 啊原来他这一只是一个隔阂的角色 那就有去跟得上这个版本的SS 那目前版本隔阂的SS也是蛮推荐到大家去收集 或者去获得到这个角色的 因为之前那个例如就是炼巨人的炮瓦 炮瓦就是隔阂系的SS 那个这部分也是有去推荐到给大家 那特别这一次Makima就是礼报的角色 那就基本上那个花钱就能去获得到 对所以那个比起这个其他角色的入手 门槛其实还是低了蛮多 然后考虑到这个移转币未来性的部分 跟这个版本的SS 这一次礼报角色来看的话 其实也是蛮推荐到大家去入手的 那角色介绍的部分就会到这边差不多 然后接下来就是去展示一下这个SS的部分 那基本上我前面两招Makima的SS就已经开启了 那我最后一招就是去开3P的SS 那基本上我这个这一招速度与力量提升 然后就是去稍微的去用这个友情机 去做到一点输出以后 那基本上敌人的血量就会很低 那就那个就剩下大概也是30%左右的血量吧 那我这边追击打下去 那基本上就可以去直接把黄雀带走 因为它这个是隔阂的固定伤害的关系 所以基本上也是那个不用去管什么防御力 或者就是判定的问题 那所以SS的部分其实就是综合来看 还是有一定的强度的 如果就是说有小缺点的话 那就SS有一点点长 或者就是消费HP的部分 还是对于这个队伍的血量压力还是有的 好吧那影片的部分就会到这边差不多 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可以按赞按订阅哦 好吧那今天就到这边哦 拜拜拜拜拜拜 by bwd6